都忘了这玩意儿咋穿了 现在天冷了 我们已经从新疆出来 往暖和的地方迁徙了 现在是 我们现在在那个 玉树 满头大汗 现在外边有 大概零度左右 先这样操合吧 一会儿我们就去那个哪儿了 我们那几个和尚的 朋友 真好看 我们现在的路线 是跟去年冬天的路线 是一模一样的 从新疆出来我们先回大理 然后现在我们要路过 现在在 青海的玉树 我们要路过那几个 当和尚的朋友的寺庙 我们去看看他们 然后我们现在去 给他们带点东西 因为他们那边买东西 还是挺不方便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 玉树的县城 买东西过去看看他们 我现在这样冲销 我有点害羞 你去年 咋不害羞 走吧 有点害羞 我是不是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我们先去给灯珠买一双鞋 他喜欢打篮球 但是他们寺庙对鞋的颜色有要求 就是只能穿红色或者黄色的 我们去看一下有没有红色的篮球鞋 给他买一双 就这双吧 颜色我觉得可以 然后还是挺厚实的 好红啊这个颜色 对 就是跟他们袈裟颜色一样的 灯珠就是很壮 一米八五大特别 穿41码的鞋 就拿这双吧 对啊 换解说 在给灯珠的妹妹 碰搓垃圾买件衣服 不感觉这个好好看呀 好像是我的衣服 你的风格 买这件吧 我觉得 这个挺好看的 我是觉得挺好看的 这个棉衣嘛 你看 哦 就买这件吧 我这也挺好看的 是吧好看 嗯 她七岁了 七岁的差不多的 我觉得这个穿长一点 没关系 可以多穿两件 大姨嘛 嗯 行 就在这件吧 我还想再给亚亚买一身 那个就是袈裟 因为上次有一次 我俩开车出去 你知道吗 就碰到了一个 路边有一个车 就是开到了狗里 然后她就让我 绑人家就是拉上来 进入袈裟 扯扯啊 不是当时没有带绳子 她就拿那个袈裟 就是拖下来 然后拿袈裟 绑在那个车上拖 然后把袈裟给拖断了 我想给她送给她一件袈裟 哎这里边都是 去看看 这是最好的了吗 最好的 最好的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这个也好 最好的 这个长有两种 长度 我们买好了 对 这个他们也有规定的 就是长度要五米 然后颜色要 就是每个寺庙都不一样 然后冬天了 买了一个这种全羊绒的 全羊绒 特别好 这个 走了 直接去吧 我们要去看朋友了 下雪了 我们到这个山的崖口了 方过这个山 就到那个 他们的寺庙了 火鞋位就起起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设计室了 就是前面这个寺庙 你在寺庙里还是在家里 寺庙里 寺庙里 好我在寺庙幕后等你 我可以 哦呀 你小的时候就是参加过学校的那种 就是六一二童节表演节目吗 参加过 我正常跳那个 北京 你们不应该跳新疆舞啊 不呀 那个时候宣传那个民族团结 跳什么藏族舞 来吧 开始吧 展示 北京的剑山上广芒照四方 猫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台阳 多么温暖 多么慈祥 我们现在是照亮 嘿 巴扎嘿 哈哈哈哈 这个 给 杨阳买了新的袈裟 你我买了 我为了 我为了 哈哈哈哈哈 可不可以是吧 可以可以吗 可以 长的 长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试一下吗 皮上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你看一下 这个鱼是躲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你们不是不让你穿躲的吗 可以穿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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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到了俩俩和灯术的家里了 那就是红配绿 还乖乖氧气的 哈哈哈哈哈 带劲 哈哈哈哈 快来给你买了新衣服 刚好刚好 小不小 真的吗 刚好刚好 太好了 这头发发亮简直是太惊人了 太羡慕了 他刚洗完头发没干 是不是 不相信你是不是刚洗的头 我也不是两个大辫子 我真的觉得葡萄拉奇真的是越长越好看 他穿着小衣服太长气了 我又好想要一件 葡萄拉奇长大了我觉得可以去当模特 邓珠说他有1米85 然后三哥1米80 他俩站在一块真一般高 我44号的脚 41号的 真的你俩再站一块我看看谁高 你背对背长 一模一样高 好像邓珠高一丢丢 那就是我长高了 鞋子做的就是鞋跟稿 是不是特别好看 真的好看 是不是 我觉得说了快100遍好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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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名字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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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邓珠的小时候 啊 这个是邓珠小时候 啊 哈 它还有更小 它有一个更小时候的照片 就是就是跟女孩一模一样 胖胖的好可爱 这个对这个长头发的是灯珠 这个时候还没有当和尚 还没当呢 你是几岁到八岁 十一岁 十一岁 这是我 我是太像姑娘了 对啊 你看这个 这也是我 你看他的小藏装 而且他那小红脸蛋两拖 对啊 这个 灯珠的舅舅 康巴男人真是太酷了 真的太酷了 你看这两个 像雅雅的照片 这个是啥啥时候 十八岁 十八岁 在拉萨 我跟雅雅我俩同岁 其实看的也差不多 你看这微信比他要准过一点 好像比雅雅还老一点 加一点牛粪进去 把炉子烧得热热的 太冷了 你哪里来的像皇冠 这个是我最爱吃的 叫库啊 好像 其实好像牛肉粥啊 好不好吃 这么大块肉 你还这么大啊 这个肉 灯珠给我饶掉了很多肉 满满满都是肉 你给我这块 不给 关姐不行了 今天折腾太狠了 但是我觉得他是那个穿那个脏袋勒得太紧了 今天是吧 他连话都说不了了 就是腰特别疼 那今天我们就歇了 然后明天我们再去寺庙里边逛一逛 估计 然后还是要接着赶回大理 那晚安吧 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